因為蘭蔻他們這次推出的這個極光水啊 就是強調光亮 那你自己在使用完的感覺是什麼 可以再想像嗎 我最喜歡它是它的保濕感 這一次蘭蔻他們的極光水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就是97比3的黃金比例 那其中的3呢其實是有那個精油的成分 所以它比起一般的精華水呢 抹起來更加的滋潤 所以乾性肌膚抹起來也會很保濕 我覺得美白產品第一個就是不刺激 再來就是它的保濕度夠不夠 那它的萬用性 比如說可不可以裝前或者是不分早晚的保養食用 然後還有尤其是它的吸收度 酵素它就像一個加速器一樣 它其實可以去加速你原本已經變慢的表皮酵素 讓它變的就是代謝力更快 然後細胞新生速度更快 等於是說我們用酵素科技 去讓你的肌膚的代謝力跟細胞的新生力 去讓你的美白更有力 或讓你的美白更有感 我真的有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